开始洗澡 我洗葡萄味的澡 我洗柠檬味的澡 我洗橘子味的澡 啊 我的 怎么是普通的洗澡水 现在开始打扮 我穿蓝色的衣服 那我穿黄色的衣服 不行 小野 我喜欢黄色 我要穿这件黄色的裙子 那好吧 那我穿这件粉色的裙子 我穿绿色的裙子 啊 我怎么还是穿不了 凯莉装扮失败 继续洗澡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 我选蓝色的宝宝奶嘴和奶瓶 我选黄色的宝宝奶嘴和奶瓶 我也好喜欢黄色的宝宝奶嘴 不可以 小野 黄色的宝宝奶嘴现在是我的了 你还是选别的吧 那好吧 我选红色的宝宝奶嘴和奶瓶 只剩下绿色的奶瓶了 那我就选绿色好了 怎么还是选不了 凯莉装扮失败 继续洗澡 啊 怎么又给我洗澡了 哈哈 凯莉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呀 凯莉 你也太倒霉了吧 我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我什么也选不了 宝宝们 这是你们的装扮大礼包 你们已经从装扮幼儿园毕业了 太好了 我们要走了 凯莉无法毕业 继续留在宝宝装扮幼儿园 啊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没有我的大礼包 为什么我还要留在宝宝幼儿园 哈哈 凯莉 你就在这里一直洗澡吧 怎么是安娜的声音 安娜 你真是太过分了 啊 怎么被发现了 安娜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 哼 凯莉 谁让你之前那么做的 完了 前两天没有复习 今天的考试肯定要不及格了 回家肯定要挨骂了 哈哈 安娜 我有办法 让你回家不挨骂 白雪 你有什么办法呀 我可以考试的时候 给你一传小纸条 把答案告诉你 这样我就行了 好主意 谢谢你 白雪 安娜 白雪 你们不可以这样 这么做是不对的 凯莉 你少管闲事 不行 你们不能这么做 不然我就去告诉老师 那我也没办法了 就是凯莉 害得我回家 被揍了一顿 安娜 凯莉没有做错 你那么做 本来就是不对的 是凯莉阻止了你犯错 不应该这么对凯莉 是吗 我真的做错了吗 你没办法了吗 做错了吗 然后来了